小和尚正在采药 一条毒蛇悄悄逼近 但他却一点都不害怕 一把抓起毒蛇扔了出去 接着走到池塘边 抓起一条小鱼 用线将石头绑在他身上 然后放回水里 看着小鱼怎么都有不动的样子 小和尚露出了开心的笑容 紧接着他又顾忌虫尸 捉住一只小青蛙 然后如法炮制 看着负重前行的青蛙 小和尚笑得合不拢嘴 这一幕被不远处的师父看到 师父只是无奈地摇了摇头 什么都没有说 但在回去的路上 他搬了一块大石头 趁小和尚熟睡之际 悄悄把石头绑在了他的身上 第二天一早 小和尚艰难地走到师父跟前 求师父帮他把身上的石头解下来 但师父却让他站起来走一圈 小和尚刚走两步就跌倒在地 石头太重他根本走不动 师父语重心长地说 小和尚似懂非懂地点点头 就这样小和尚独自一人划船离开 临走前师父交代他 如果小动物都死了 那小和尚就得一辈子背着石头生活 他背着石头一路跌跌撞撞 终于来到那个池塘 可等他找到小鱼的时候 小鱼早已死去 躺在手里一动不动 小和尚取下石头 伤心地埋葬了小鱼 难道他真的要一辈子背负着石头吗 紧接着他又找到青蛙 连忙解开青蛙身上的绳子 然后小心翼翼放回水里 好在青蛙侥幸活了下来 他又背着石头 步履蹒跚地爬上山崖 他终于意识到自己错了 时光匆匆流逝 转眼间小和尚已经长大 每天除了上山采药 就是背诵经书 日子很是枯燥无味 这天他无意中看见两条蛇纠缠在一起 心里仿佛生起了一团火 就在这时他遇到了一对母女 两人是来上山求药的 小和尚把他们带到了庙里 第一次接触异性 他显得有些拘谨 伸手扶女孩上船 两人差点撞到一起 他划着船带母女二人来到湖中央 女孩得了不知名的疾病 需要在庙里休养几天 老和尚安排他们住进了客房 看着青春靓丽的女孩 小和尚的心躁动不已 夜晚他睡不着 从师父身后探头偷看熟睡的少女 女孩的母亲因为有事 需要离开几天 把女儿一个人留在了庙里 面对这个与世隔绝的小岛 女孩显得有些孤单 只有小和尚默默陪在他身边 下雨了为他撑上波及 提醒他不要坐在石墩上 会被师父责怪的 女孩感激地点了点头 然后转身回到房里 只留下小和尚一人 擦拭着石墩上不存在的灰尘 女孩跪坐在佛像前虔诚地祷告 感受着心灵从未有过的宁静 不知不觉间就渐渐睡去 小和尚推门而入 看见了熟睡的少女 害怕女孩着凉 捏手捏脚拿起一床被褥 贴心地盖在女孩身上 看着这张毫无防备的脸庞 小和尚竟生出了歹念 和尚把手悄悄伸进被子 不料惊醒了睡梦中的女孩 女孩反手就给和尚一个巴掌 小和尚慌张地来到佛像前 双手何时低头忏悔 可女孩并没有责怪她 反而轻轻抚上她的肩膀 就在这时 师父打开门走了进来 女孩放下手转身离开 老和尚问她在祷告什么 小和尚没有脸说 只是不停地敲着手中的沐鱼 这天她踩完要回来 发现女孩在岸边等着 小和尚感受到了女孩的回应 伸出手邀请女孩上船 女孩欣然同意 一路上小和尚的心很乱 划着船在湖中央打转 女孩想上山看看 小和尚就跟在身后 少女一路来到河边 看着池塘里游动的小鱼 小和尚趴在石头上 痴痴地望着少女 一不小心摔进了水里 她狼狈地站起身 在女孩的注视下 害羞地钻进水里 假装自己在抓鱼 然后将一条小鱼 放进女孩的手中 接着鼓起勇气摸向女孩的脸 却被对方一把推倒 但小和尚并没有因此气馁 一大早就上山采草药 精心制作成汤药 贴心地端到女孩面前 还会主动搬来石吨 小心擦拭干净 邀请女孩坐下 和她一起看着远处的风景 师父看着他们打闹在一起 笑了笑继续低头未击 两颗年轻的心逐渐靠近 女孩的病也好了很多 小和尚觉得自己见不到女孩 心里就会特别难受 她以为自己也生病了 女孩告诉她这叫爱情 深夜女孩示意她出来 两人划着小船来到湖中央优惠 第二天一早 师父看见了这一幕 知道徒弟已经破戒 醒来的小和尚祈求师父的原谅 老和尚告诉她 爱是人世间正常的情感 女孩的病好了也意味着离别 小和尚不愿见她 只能让老和尚送她出去 女孩一直痴痴望着寺庙 小和尚对着佛像哭泣忏悔 最终还是没能忍住 冲出房间追了上去 却只看见女孩离去的身影 夜里她久久无法平静 心里满是对爱人的思念 最终收拾好行囊不辞而别 她要追随女孩离开 老和尚突然睁开眼 其实她也没睡 但还是尊重了徒弟的选择 老和尚又变成了孤家寡人 每天一个人敲着沐鱼念经 陪伴她的只有一只流浪猫 这天吃米糕时 她无意间发现一则新闻 30岁男子将妻子杀害后畏罪潜逃 而男人正是当初的小和尚 师父看到这则消息 不禁有些难受 自己一手带大的孩子 居然做出这等罪孽深重之事 这天一个熟悉的身影出现 她推开木门 原来是小和尚回来了 此时的她已经满脸沧桑 老和尚划着船来接她 多年未见 师父打算跟她谈谈心 可男人却一脸的愤怒 表示自己很痛苦 他为了爱情选择下山 可爱人却另立心欢 自己的爱情仿佛是个笑话 无法忍受爱人的背叛 他最终选择了极端 男人拿出匕首想要了结自己 却迟迟鼓不起勇气 只是不停对着地板发泄愤怒 老和尚看在眼里 但什么都没说 第二天一早 男人来到两人相识的地方 这里充满了曾经的回忆 他疯狂发泄自己的情绪 然后回到房间 写下三个B字 贴在了脸上 很快因为缺氧他满脸胀红 师父推开门走进来 用棍子狠狠抽打他 男人欠下的罪孽 必须用余生去忏悔 岂能一死了之 小和尚倒在地上痛哭 他终于明白了师父的良苦用心 男人用匕首割掉头发 在推开门时 已经变回了和尚的模样 老和尚用猫尾沾默 在地上写着拨人密心经 不一会的功夫 就写了满满一地 他让男人用小刀刻下心经 每刻一个 字就是对罪孽的一次忏悔 只要刻完整部经书 心灵也会回归平静 一开始他还有些沉不住气 每一笔都刻得十分艰难 手很快就被磨出血 没过多久就有两个警察找上门 男人有些慌张 师父划船去对岸接他们 一下船警察就掏出枪对准男人 小和尚举起匕首后退 却被师父制止 让他继续刻完心经 师父请求两位警官 希望等刻完经书再抓徒弟走 最是不会超过明天早上 反正犯人也跑不掉了 警察就同意了 山里没有信号 两个警察有些无聊 就比起了射击 看谁能击中挑服的一拉罐 连开几枪都没打中 枪声吓到了小和尚 师父让他继续刻不要分心 说吧拿起一粒小石子 随意丢正中平身 两个警察诧异地望向老和尚 这下彻底安静了 小和尚继续专心刻字 从白天刻到了深夜 看守的警察被他的执着打动 举起蜡烛为他照明 不知过了多久 两人都沉沉睡去 警察猛然惊醒 想起手枪还随意放在石墩上 心有余悸地收起枪 好在小和尚并没有歹念 他站起身脱下外套 轻轻盖在男人身上 老和尚拿起扫把 扫掉地上的木屑 拿出颜料给金书上色 两个警察也在旁边帮忙 做完这一切 老和尚走上前叫醒徒弟 告诉他该上路了 临行前 小和尚虔诚地对着师父磕头 然后平静地跟随警察离开 送走小和尚后 老和尚默默解开僧衣 用白纸写上B字 贴在了七窍上 随后点燃了小船 在湖中缘迹 多年后男人回来了 看着地上的衣服 他来到冰封的船边 凿开冰面 将师父的舍利子从船中取出 用红布小心翼翼地包好 然后放进了雕好的佛像中 随后便开始了苦修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 在庙里 在深夜悄悄离开 不料却掉进冰窟中 第二天一大早 男人寻着孩子的哭声 捞起了坠入冰面的妇人 等他解开妇人脸上的蒙面 顿时呆住了 这竟然是一个佛像 男人悟了 眼前的石像 就是那一直压在他心中的石头 于是男人脱下上衣 将石头绑在腰上艰难前行 决定开始为自己赎罪 此时的他就如同而始 被绑上石头的小鱼和青蛙 终于他来到了山峰的最高处 在这里他放下心中的执念 一如他的师父一般 修行到了顶峰 多年后小男孩成了小和尚 小和尚也成了老和尚 眼前调皮的小男孩 跟自己小时候一样 他将石头塞进小动物的肚子里 看着他们挣扎沉入河底 山顶的佛像凝视着这一切 春夏秋冬四季交替轮回 就像小和尚和老和尚的故事